最近有消息说,魔幻手机要出第三部和第四部了,一时间勾起了不少人的回忆,在猜测剧情的同时,有不少人也想起了剧中的傻妞,她如今怎么样了,说起舒畅其实她挺高产的,除了魔幻手机还有很多电视剧,可是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,总觉得她的人气比起舒淇要差很多,即便这些连舒淇都没什么作品,可依旧觉得舒畅在舒淇面前就是个妹妹, 这么对比,并非舒畅舒淇有什么关系,仅仅是他们的名字很像,另外一个是拍电影,一个是拍电视剧,要说舒畅人长得年轻漂亮,演技也好,怎么总觉得她和现在娱乐圈的人就不是一伙的,可要说是老戏骨,从外貌和形象上有说不过去,可能也是这样,舒畅就被归集为了那批有作品大家追捧,没作品大家遗忘的明星行列,虽说这样对舒畅有些不公平,但也免了娱乐圈里的那些条条框框, 这也让她像清水芙蓉一样美好,另外要说舒畅人气低,其实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她的人生太顺了,都不给网友什么吃瓜的机会,她还不参加什么真人秀,综艺节目,更是少了不少曝光,试想一下,这年代光靠作品能红的年轻一代能有几个, 1987年舒畅出生,四个月大的时候,她爸爸就离开了家,她就成了单亲孩子,不过在五岁的时候,舒畅因为曾经的一张照片,被以为导演发现,邀请她拍了电视剧《我的故事》,从那时起,她其实就成为了娱乐圈明星,即使舒畅不仅仅饰演电视剧,她在主持方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,很多人同点看的《小神龙俱乐部》就是由她担任主持人, 与此同时,她还因为唱歌拿了不少奖,她的代表歌曲有《送别妈妈早上好》,这些成绩都是她同性阶段就获得的,与此同时,她甚至都没有因为演戏拉下学业,在小学就连续五年被评委三好学生,还曾获得史家好少年的称号,如初中曾连续三个学期获得年级别第一,在整个初中保持着年级数学第一,这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,可就是这样优秀的舒畅在十岁的时候,一直与她相依相伴的, 她的妈妈也去世了,后来她就被姨妈抚养,高二舒畅参加高考,并顺利考上了中戏,但她没去,高三别人在学习她拍了宝莲灯,最后还顺利考上了外国语学院,在被问及为何不去中戏时,她说自己想要以后不演戏也还有一条出路,毕业后的她并没有因为没练中戏,就中断演艺事业,2008年拍的《魔幻手机》,以单集最高收视率5.76%的成绩,创造了当年央视的收视记录,之后她坐下来的妈妈也去世了,后来她就被姨妈抚养,高二舒� 她的作品不断,更是塑造了很多经典形象,不过,像《刘三姐》《风火家人》《火色生香》《乾隆历史》这些电视剧,看名字都知道并不是年轻人喜欢的类型,所以,舒畅的粉丝大多年龄偏大一些,而这些粉丝可不像流量明星的粉丝那么狂热,这也是她看起来人气不高的原因,不知道以后娱乐圈会怎么发展,但从现在来看,像舒畅这样有演技,却不参加综艺的年轻一代演员,在方方面面都很吃亏,毕竟 他们才是优质影视剧的实际贡献者,可即便这样,因为网友的喜好,知名品牌方合作的时候,估计也不会想到舒畅吧